大家好 我們拍照 很多時候會拍到光線不均勻 例如你戴著帽子沒有拍的面部 我怎樣只是局部增加它的亮度 不要說一增加就整張照片增加 我們就通過一些軟件去設定它 以及去製造它就可以了 我們跟大家說了下載了一個程式 我給大家看看 這個程式叫做Snap Seed 大家要自己下載 這個就是 Snap Seed 現在就是這個 大家要留意 就是這個 因為我安裝了 我們現在就開啟了 完成了之後開啟 開啟你見到有 去找照片有兩個方法 一個點這個加好 一個開啟 現在我什麼都沒做過 當然點加好 但你做過一次 你第二次再回來的時候 它這裡有一張舊照片 那你就點開啟 也可以的 那就找它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找照片了 我們左上角點點它 先去圖片庫找 我們就快圖 在這裡找 這裡找 我們現在看看在哪裏 看看在哪裏 應該是 看看在這裡 好 我們在這裡找 在這裡找一張 我們現在嘗試找這一張 是不是夢茶茶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 我們先點工具 然後這裡有一個筆刷 我們點筆刷 筆刷裡面最重要是點曝光 現在看到 這裡是箭頭向上的 可以再曝光多些 如果你這個 是怎樣 就是 歸回 這樣 看到有一個叫 橡皮 就是說 如果你拆錯了 就把它拆回去 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 這個 點回去之後 就一路伸展 當是07 0.7 例如好像 這裡 這間屋頂 我們撥一下它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光了 是不是光了 顯然出來了 顯然出來了 是不是 如果你說某個部分 弄錯了 那我們點向下的箭載 歸回橡皮曝光 那就取消了 是不是 我們現在向上 去到1 如果你說 做過這個動作 都未夠光 那就怎麼辦 好說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還未嫌 它未夠光 我們先拿去 表示確實 再繼續點第二次工具 再做第二次不拆 記得點曝光 我們先留例 0.3開始 繼續拆這個門口 是不是明了 看到嗎 好像這個位置 這樣 就看到花 高點 看到嗎 一棵棵樹 可以看到 即是說 用兩次 第一次做不到之後 我們用兩次的方式 你看看 下面的根也看 是不是 就是這樣做 當完成了之後 我們記得點個梯 點個梯之後 怎樣保存 我們記得點回出 儲存 那它儲存在哪裏呢 我們現在點個 空間 看看它 它看開啟快圖 它告訴你 在這個位置 我們不要看它 它開啟了一個 File 就是Snap Sheet的那個 File 我們一看 在這裏 這裏 是不是很光碼 經過這樣改過之後 我們就是這樣去做的 出現 你 有 就 不 liquid 這個 就是 超級 我們 快按 這個 有